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像這樣子的題目 就是題目看起來有點生硬這樣子 然後很像學術性的題目 那後來呢 我就把內容稍微再改善一下 讓它比較活動 活潑一點 那在這之前先介紹一下說 我跟OSM有什麼關係啊 那我是在2005年大概11月的時候我就加入了 就是在OSM剛開始的時候加入 那時候加入的時候根本沒有台灣 台灣還不知道在哪裡 那時候只有歐洲而已 那我第一次畫圖的時候 因為只有歐洲 第一次畫圖的時候是在克爾巴西亞畫圖 選擇一個很偏遠的地方 沒有人瞭解的地方 先去畫這個圖 那OSM對我來講是一個 因為我自己是學地理資訊的 OSM就提供我另外一個學習的平台 那從這幾年過程裡面學習到不好的事情 然後從2000 從前年回來之後呢 開始辦一些活動 所以是去年2012年跟今年2013年 都是這個State of Map的總照 那那個State of Map的Asia呢 我也是籌備委員 那主要的這個 主要還有這個翻譯的工作 就是Map Features的翻譯的工作 多數也是我做的 那自我區域 我都在講 就是你剛剛看到這些區域裡面 那我畫的地方可能都會比較奇怪一點 我不會著重在都會區 反而是會去跑去比較偏遠去畫圖 好 那在這之前呢 先 在這之前先跟各位看一下說 去年 一整年裡面 這個OSM地圖它是怎麼被畫起來的 謝謝 現在已經走到台灣喔 各位如果注意到的話 好我不打算讓各位全部看完 不然的話我脫殼就不用講了 我就可以放一度影帶就結束了這樣子 好那台灣的制服狀況呢 事實上有做過一些一些統計 在去年整個制服狀況 那去年是一個比較大爆發的一年 就是我們Mapper增多了非常快 多了快一倍 就是這個Mapper不一定是只有台灣人 有可能是外國人到這邊畫圖的 必須要先強調一下 那這個制圖的量呢 也多了一倍出來 這是relation 剛剛是node的數量 那因為Mapper跟這個數量增多 我們整個圖的變化其實有蠻大的不一樣 在這一年的過程裡面有蠻大的不一樣 那這是分成點線面 點線跟relation的關係 它所貢獻的數量 那這些數量裡面你會看到這個 有一個我主要是要秀給各位看 這個第一名的部分是一個叫做WENCHIN的這個帳號的文青畫的圖 那這個是一個魔人 我們跟他們的魔人就是 這個人到底是誰我們也不曉得 然後呢 多次的email給他 他也沒有回應 然後他就默默的一直從台南市出發 然後就開始 所以台南市出發 他先把台南市畫得非常清楚 之後呢覺得台南市畫得太清楚了 開始往北移 那現在呢開始就好像那個病毒擴散模式一樣呢 開始把整個台南市給畫完了這樣子 幾乎快要畫完了 我說的畫完了 你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說 他連土地利用啊 很詳細的圖都把它給畫上去了 所以也照舊呢 我現在有這個台南就是有開發商 對於這個地圖使用者的那個開發商 覺得這地圖就可以直接可以拿來使用一個豐富的地圖 那從這個圖裡面可以看到說 OpenStreetMap圖的這個行程 事實上是靠很多Mapper 大家一起貢獻所達到的 那這每一個區塊裡面的一個色塊呢 事實上都代表一個Mapper的貢獻 那如果這個以台北來講的話 你就會看到顏色非常多 然後有些區塊呢 就全部都是同一個顏色 有同一個人去負責的 這在都會區裡面 都有非常明顯的一個樣態 但是呢 到了台南 我剛剛講的台南 就變成完全是一個顏色的 被統一了這樣子 所以台南是統一在台南 那高雄也是 高雄其實也看到就是30個顏色 因為高雄也有很瘋狂的Mapper在這邊 這樣花蓮呢 就比較少 但是可以在花蓮看到的一個情況是 就是在東北大學就是中間綠色那一塊 顏色的區塊比較多顏色 那是因為呢 東北大學的老師有培養學生畫圖 所以呢 它的顏色分布就比較多元一點 好 那畫圖畫到最後呢 就會重度上癮 就是呢 你畫圖手會很癢 然後會受不了 然後會覺得睡不著覺 會覺得 會覺得 會覺得會有焦慮感 所以呢 你看這個金色的地方 這個統計有點問題 但是呢 有點參考價值 就是 它把它分成六個等級 那金色的地方是上傳超過 一千個 兩千個add 就是 只要你改完之後上傳呢 就有一個change set 然後就算一個edit 那 超過兩千 兩千字edit 其實是相當瘋狂的Mapper 就是你畫完之後 就一直在上傳 上傳資料 那可以看到 在歐洲呢 是比較多的 在美國也很少 美國這種中度的人 大概不超過十個 因為美國有這個 國家的地圖 其實是 import到OSM 所以他們的Mapper 事實上不用花太多力氣在畫圖上面 所以他們都在做deblog的工作 那歐洲你可以看到呢 非常瘋狂 就一堆的GNR變動 那台灣有沒有 台灣現在目前為止 沒有超過兩千個人 有的話請舉手 沒有 我也不是 好 那 那 所以呢 台灣的狀況呢 其實是這樣 就是你看不到剛剛的金色的 比較多的顏色 這紅色的部分呢 是大概是 這個超過十次的 也就是初學者等級的 那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事實上是 社群裡面很多Mapper 在各地不斷的推廣 辦Mapping Party啊 推廣活動啊 然後多數人進來之後 可能畫了幾次之後呢 可能就忘記在畫圖了 然後誰就留下來 所以就留下這樣子的一個烙印在這邊 你只要畫過就會留下痕跡 所以我們就知道你畫過這個東西 那你就可以看到多數呢是紅色的 結果少數的地方是紫色跟橘色的部分 那從這個圖的樣派 你可以看到出來 多數呢也都要集中在都會區 比較偏遠的地區是比較少人的 那我剛剛講喔 就是文藝學校 因為我們利用這個大學服務學習課程的關係 所以呢 這樣就會集中在這些Mapper 全部都集中在校園裡面 走不住校園 不是走不住校園 都集中在Mapper 你看一堆人就擠在裡面這樣子 那這個圖會被畫到非常非常詳細 就是校園裡面的地圖會被畫到非常詳細 剛剛講一棵樹一個長椅 一個bench 一個長椅 或是呢 一個路燈都有可能被畫出來 那這是東華大學的情況 現在的圖呢又更詳細了 東華大學的圖又更詳細 那這是一個去年 因為也是因為SOTM的關係呢 做了一些Visualization的工作 就是說它這一年裡面呢 反照我剛剛第一個看的影片裡面 所呈現出來的效果 也就是把每一個更新的時間序呢 然後再做一個Visualization的呈現 就可以看到說去年一整年裡面呢 Mapper怎麼開始一步一腳印的 貢獻這些nodes 貢獻這些畫圖 好 那這個圖呢 底下 我雖然很不願意講 底下是用Google Map 這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用Google Map 其實是因為Google Map 它提供出來的疊長序的套件 是比較簡單的 那如果還要再轉OSM的話呢 花的功夫要比較多 所以直接套進去 那這是一個JavaScript Visualization的套件 直接可以直接拿來就可以套用 非常的簡單 並沒有太多技術的這個門檻在這裡面 那所以台灣 結果有一個問題是 台灣Mapper制圖的特性 它是怎麼樣 他們的行為到底是怎麼樣 這是我心中的一個疑問 就是說 我接觸了這麼多Mapper 他各自在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些人呢 他的制圖特性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來看幾個案例 多數人呢 其實會著重在這個 著重在他周遭附近熟悉的地方 制圖 比如說你現在看到的就是 是Louis Liu這個ID 事實上他還在現場 他所著重的區域就在高雄跟中部一帶 你可以看到到他 這個是一個Hit Map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顏色越深的地方是他貢獻越多的地方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他著重的地區在哪裡 事實上這些區域應該是他比較熟悉的區域 那沃士呢 曾經倒過的區域 那就去那邊畫圖 這是CD的 CD的貢獻區域 那這也是過去在2011年的第一名 叫Z-Link 他是2011年 2011年年底 就2011年的1月1號到12月31號 這段時間裡面 貢獻台灣Mapsu最多的一個人 那他是那個都會區域異形的 就是他騎了摩托車 就是在都會區域裡面一直逛逛逛 然後就去搜這個GPS trace 那就開始畫圖 所以很多地方的道路圖 就可以看到這個人的身影 這個人的ID 那也有人是小區域專注型的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台南地區 有一個人畫的 他著重的地區很簡單就是台南 他也不去畫別的地方 那就只有一個地區就是台南 那這個ID的帳號看起來 人是在國外 因為他另外一個制土地方 是在德國漢堡的北邊一點點的地方 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是住哪裡 有可能是住在國外 那我們也有那個 Super ID型的 就是著重在 著重在 就是阿能 著重在 著重在這個桃園 桃園一帶的地區 跟花蓮一帶的地區 如果畫花蓮的圖的時候 事實上可以看到阿能的畫的地方 那也有全世界走透透景的 這個就是剛剛上一個speaker 就是Dennis 後來發現他的 整個世界都有他的足跡 整個世界很多地方 他都去貢獻了一點東西 貢獻一點東西 他主要還是台灣 就是在角落這邊 抱歉我真的 主要是在這個地方 可是整個世界裡面都有他畫的圖 那我們也有外國人 這個人應該是荷蘭人 那他就著重在兩個地方 著重在荷蘭 荷蘭跟台灣 那我們一樣有 同樣意思 我們也有印度人 我猜他是印度人 就著重到印度的某一個城市跟台灣 好 那我們知道這些特性之後呢 的問題是我們 對我而言的 我會想要知道說 這個社群的Mapper 他的合作的型態是怎麼樣 他怎麼在一起合作 那地圖是怎麼被編輯的 時間長度是怎麼樣 然後某些區域的特性是怎麼樣 所以呢 對我而言是一個研究 就變成一個研究問題了 那在這之前呢 我們必須先了解一下 這個OpenStreetMapper 地圖裡面的內容呢 他的幾何形態 那資料內容是怎麼樣 那其他不講 就是說那些Mate Futures 不講的話我們先 單單單純談這個幾何模型的話 這些幾何模型裡面呢 可以把它分成 主要分成四個類別 如果剛剛講的這個 屬性類別呢 就是Tag部分 我們先不談的話呢 會有兩種 主要兩種幾何類型 就是點跟線兩種 那所有東西呢 最原始都是一個點 然後呢 線是由這些點組成的 那它可以再分成 開放的曲線 開放的曲線 跟封閉的曲線 那還有一些面 還有一個面的定義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呢 它是點跟線而已 那一個點呢 你可以看到到 它的這個 它就是一個SML的文件 那它的資料型態呢 就長的 就是長這樣子 很可惜沒有Point 可以看到第二行 就是一個Timestand 就是一個時間 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知道說 你是哪時候上傳的 那第三行呢 就可以知道說 是誰上傳的 那第四行這一邊呢 的Vision 的那個 Vision部分呢 就是它的版本 這個資料本身的 我是最後的是五分鐘 剩下十五分鐘 還是只有十 剩下十五分鐘 剩下十五分鐘 所以它很長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點裡面的集合型態 裡面的之前呢 事實上 還有非常多的這個資料 就是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說 它 剛剛前面的Talk說 它是一個維基式的一個 一個資料 那 所謂維基式資料呢 就是這個點裡面 事實上有 包含了 誰是貢獻者 時間 還有它的版本 然後還有它的Changeset 我剛剛講的Changeset 就是 你在下載資料的時候 一定會有Changeset 一個Number 如果你這個Number不對的話 你的Server是沒辦法 接收這個資料 然後再 當然 下面最重要呢 就是它的這個SY座標 這個Lenalty Lenalty 下面的這些資訊 是它的屬性資料 剛剛講的 這個Tag的部分 是它的屬性資料 也就是告訴我們說 這個點呢 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比如說這個例子裡面呢 就是一個 綠川漁場 那綠川漁場 事實上是一個觀光景點 我把它歸類成這個觀光景點的 Attraction的一個Tag 好 那線呢 事實上就是從點集結 集結在一起的 所以 一樣喔 每條線呢 還是有這個 它的時間標記 然後還有這個作者 然後呢 也一樣有這個版本 那底下呢 是講說 這個線裡面 包含了哪些點 所以從這個 線的定義來看的話 各位就可以了解說 所有的原始呢 是回到點這邊 所有的座標啊 座標這個定義 是回到點這邊 然後再去形成線 那 relation呢 是更近一階的一個規範 也就是說 資料型態啊 是一個更近一階的資料型態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把 其他相關的這些 同一個 我們要給它一個比較 一致的屬性的一個 的一個資料呢 把它歸屬在一起 然後賦予它 賦予它一個 一個關係 好 那舉例來說 其實昨天有談到這個 這個 這個 鄉鎮接線 貢線的問題 那在OSM裡面的處理 資料模型處理裡面呢 事實上 就跟同一條線裡面 可以屬於不同的縣市 那 這個不同的縣市的做法 就是說 在這條線裡面呢 我可以跟你講說 這條線是屬於這個 信義區的 同樣貢線的時候 也可以告訴你說 這條線呢 是屬於南港區的 那我們就不用重複 去畫 同一條線 那這條線呢 就可以同屬於 兩個不同的行政界線 那就是relation裡面呢 比較多的用法 當然還有公車站牌 公車的路線啊 等等這樣的用法 那就提供更多 不同的這個制服的方式 那當然 這是我今天要講的 這些資料裡面 事實上有 我們講的Wiki的形態 就是因為它有這個 版本的控制 它有時間的錯記 跟作者 所以我們可以再度的 拿些資料來做 不一樣的分析 好 那回過頭來呢 有這些資料之後呢 我們把這些資料呢 把 譬如說把整個台灣的資料 dump 下來之後 剛剛呢 講的是 dump 下來之後 再做 再做 visualization 那呢 我是 dump 下來之後 去分析 我到底有多少 mapper 在這個 在這個 地圖上面活動 那我的做法呢 是把它 先取這個 0.3度 0.03度 0.03度 乘以0.03度 這個方格裡面 大概 將近三公里 這個方格 然後去算說 這個方格裡面的 map 數 就是說 只要每一個 node 就有一個map 數 去算說 這個map 數 到底有多少 所以旁邊是一個比率 那 所以從這個圖裡面呢 你就可以看到到 在都會區裡面的 map 數比較多 比如說台北 然後還有桃園啊 這個新竹 台中的這個數量 越來越少 那 到了台南之後呢 我蠻訝異的 我一直以為台南 只是一個mapper 去做的 就是剛剛看到文青 全部都紅色 那 後來發現 台南 因為文青 這個ID 去mapping之後呢 很多人呢 去跟著 跟著進去畫圖 它畫量不是很多 但是呢 它去修改 或是增加 其他有用的 這個圖資 所以呢 在台南的部分 看得到台南的部分也很多 然後高雄 也是一樣很多 也就是說 有一個現象是 當這個地方的圖資 比較豐富的時候 它 有更多的mapper進來之後 可能會進來 改一兩次的圖 它不會很長久 或是貢獻非常多 但是它會進來改一兩個 一兩個這樣慢慢改 它並不會非常多 那如果圖資少的部分呢 它沒有依據 它就不敢改 這是一個 蠻有趣的一個特性 那如果說 你把它的這個 每一格裡面的這個 這個mapper數呢 把它處理人口數的話 就是 跟它人口密度做一個對比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貢獻的數量 沒有什麼特殊的 就是看不出來 它比較明顯的一個 一個變化 為什麼 因為台北人口多 或是都會區人口多 所以 Mapper數多 這就變成了一個常態 變成是一個 一個 就是把它平均掉的 就會把它平均掉 這樣的訊息 所以看不出來 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地方 反而是在 非都會區 可以看到 非都會區 在山上的部分 因為它人口少 所以 只要有一兩個 進去畫圖 它就會變紅色的地方 以Node數來講 跟Mapper數 剛好是成一個正比 就是說 Mapper數越多的地方 Node數也越多 所以Node就是 我剛剛講的一個點 它就會越多 如果把Node數 再處於人口數的話 又發現 又不一樣 你會發現 台南這個地方 跟屏東這個地方 尤其是台南 台南這個地方就會出現 很高的 很高的比例 也就是說 它有一個特性是 很多Mapper進去 但是它畫的數量很少 我剛剛講的 從這個圖 兩張圖去對比 你就可以發現說 雖然Mapper 在這個區域很多 可是它貢獻的量 其實不是很多 所以 從Node數來看的話 你就可以發現說 在台南這個區域 它其實是 少 很多人在那邊 只是貢獻的量 是 這個曲線 是平均的 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曲線 好 再接下來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都沒有講公式 就盡量用圖的方式 跟各位講說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 如果說 我們把這個 Node數跟Mapper數 兩個平均 把它做一個交 把這兩個軸 把它畫一張圖 如右側這個圖 中間那一條線 是它的平均 就是Node數的平均 跟Mapper數的平均 交叉出來之後 就會有四個向線 這四個向線 第一向線 也就是說 Mapper數少 但是貢獻量多 這個當然很少 在空間上面也很少 第二向線 是 Mapper人數少 然後 貢獻量也少 那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在這個鄉村 也就是紫色這個地方 在鄉村這個地方 就 一下 就剩下三分鐘 好 就會相當多 然後呢 這個第三向線 也就是說 Mapper數多 然後這個也多的部分 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主要是集中在都會區裡面 好 那 另外問題是 那我們怎麼樣知道 去測量這個時間 這個也就是說 我把土貢獻上去之後呢 這個土呢 多久被編輯 我 這個土呢 是貢獻上去之後呢 它就不會被編輯 而是貢獻上去之後 很多一直在編輯這個土 那 我們出過的想法是說 比如說 上面這是一個 一個類型 比如幾個例子像土一樣 那我們就會有一個時間 會有兩種時間 一個是每一個Node的時間的差距 第二個是每一個Node 到我現在拿到這個資料之後的時間 也就是它的年齡 那有這兩個時間 我可以去量測說 這個讓土裡面呢 它的被編輯的頻次有多少 然後它存活的時間有多少 所以呢 各位就能看到這個統計呢 就是它存留的時間的平均數 是怎麼樣子的 也就是說 這個 越藍色的部分呢 是它的這個平均數越低的 也就是它常常被存留時間呢 是比較短的 那存留時間比較短呢 表示說 它可能常常被編輯 所以它留下 土留下這個時間是比較短的 那一樣的意思 也一樣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顯示就是說 都會區呢 事實上都會 比較人比較多 所以它編輯到 比較常有編輯的行為 那如果以變異數去看的話呢 就可以看到出來說 其實在這個 我們蠻訝異的是 在桃園的這個北邊的一帶 它的變異數反而是比較高 也就是說 所謂變異數高 證明件事情是說 這個範圍裡面 有常常被編輯 然後有留很久的 這顯示一個部分 是這個區域 有人做了一次編輯 但是沒有完全的編 沒有完全的編 只有少數的地方被更動的 但是還是留下來很多 很舊的資料 所以就會呈現像 變異數比較高的一個範圍 好 那如果說 我們把這個 兩個node之間的 平均天數跟map數 做一個這樣子的 統計的話 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它的這個 兩個兩個之間的 這個編輯的 這個時數呢 的變化 那 藍色的部分 藍色的部分 是map數多 然後呢 時間呢 非常短 那所以可以看到 讀會區的部分呢 它的編輯的 事實上 都有這樣的特性 就是說 map數比較多 所以呢 它在這個編輯的 這個時間 平式呢 是比較短的 是比較短的 常常被編輯 常常被編輯 所以呢 編輯的平式就比較短 所以呢 最後呢 這個結論就是說 百分之二 這當然有點跳很大 就是說 百分之二十的map數呢 其實做了多少事情 我們百分之二十的map數大概就是 到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工作呢 時間到了 十二個人就已經達到百分之八十的工作了 百分之九十的工作是二十七人達到 所以這有個特性是說 多數的 多數的這個 多數的這個社群裡面都有這樣的現象是 少數人做多數的工作 在 在open streammap的這個也是一樣的結果 那我就不看這底下的部分 那結局的部分也是差不多 最後呢 十一月二三號要打壓廣告 那個sellmap Taiwan 在這個人文館舉行 那歡迎各位參加 然後paper也在徵集中 謝謝各位 請一下 請看 請喝 那別解 請聽 請